大家好,我是Able 如果你對天文星像有興趣 只要你買一支合式望遠鏡 你就可以看到月球的正面 但如果你想看月球的背面 原來是永遠不可能的 因為月球的自轉和公轉的周期是一樣的 所以它的背面可以永遠完美地避開地球人的目光 但如果我們真的想看月球的背面 又不是完全沒有辦法 第一個辦法就像當年Apollo 8的太空人那樣 圍繞著月球飛去它的背面 除此之外 你還可以考慮買一隻Omega Speedmaster 的Dark Side of the Moon 月之暗面的換錶 這款換錶第一次出現是2018年 當年就是為了紀念Apollo 8 完成了任務的50周年 今年2024年的年頭 這款換錶就出了新版 設計大致上是一樣的 不過細節做了很多的提升 第一件事就是機芯已經不是舊款的169機芯 而換了一個新的369機芯 這個機芯還有一張Master Chronometer 自尊天文台的認證 它在精準度、防持性和整體性能 都達到了行業的很高的水準 這個機芯還用了雷射的消息技術 雕刻了月球表面的紋理 機芯正面就是展示月球的正面 而機芯的背面就是展示了太空人當年親眼見過的月之暗面 如果你戴著這隻錶就好像把整個月球放在手腕上 挺有趣的 另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9點鐘的小秒針 是一支迷你土星5號的運載火箭模型 它就用了五級的鈦合金去打造 這個立體的造型包含了雷射的車術技術 白漆、雷射消息和雷射黑化的工藝 去做出不同的彩色和細節的效果 這些技術 Omega還在申請專利 錶殼的尺寸是44.25毫米 黑色的陶瓷去做的 錶圈和錶背都是黑色的 Ceramic 那個Tachymeter測速器 就用了白色Brenfoy大明火發狼去燒製 錶背後就黑住了一句 We'll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這樣的英文字 這句說話就是當年 Abbolo 8指令駕駛艙的駕駛員 Jim Louvaux 對地球說的一句說話 是在他進入了失聯狀態之前說的 錶定價是港幣12500元 相信如果你是天文愛好者 又或者你是Omega Speedmaster的擁躉 你都會感興趣的 這個影片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